前情提要 原本要尽早带咪奖于绝育的阿舅一家人 但就在要打预防针的前一个晚上 咪奖突然发情 导致整个绝育进度大延后 一个月后 来咪奖我们进龙龙哦 要去哪要去哪 三摸吧 还是买罐怪还是 却把你的卵巢子宫摘掉 一个月前 咪奖发情期结束之后 我们就立刻带咪奖于打预防针 我们一共要打三次预防针以及一季狂犬 一个月打一次 一共打四个月 所以要等打完之后才能绝育哦 那如果终于他要发情怎么办 那就再延长一个月 那如果他一直发情 不就会一直无限延长时间吗 他希望从来可以结育要不要啦 我觉得你小相机很丰富 九九日常 妹妹去打针 你要去哪里 大哥 主人说要带我去打针 那是什么 感觉很好玩 Fight 什么什么 为什么要加油 咪奖 蜜整很敏感耶 没事没事 一下下而已哈 一小时候 折腾了一下之后 蜜长总算把地震 预防针打完了 而回去之后 蜜长不知为何 看到九九就冲去咬他 为什么不跟我说打针 是这么可怕的事情 咪咪咪咪 傻孩子 打过针才能让你健健康康啊 想当初哥哥 一直打了三次针啊 很可以打过针 好厉害 等等 三次 第二次去打预防针的时候 蜜长肆无意识到 要带他去打针 从头到尾在笼子里面 叫到不行 你叫爆他 没有 四个月后 蜜长总算将所有针都打完了 即将进行绝育手术 斜检 猫咪绝育之前要先进行斜检 就类似人类的健康检查 检查身体状况是否有问题 是不是适合绝育 来哦 你帮我吸引一下蜜长的注意力 虽然很快 但是还是要把针插针去一下子 好的没问题 来蜜长 那个 可以不用把我注意力也吸走 对不起 三十分钟后 蜜长的血减出来了 好 健康状况都没什么问题 唯一一点就是 血小板数量有点低 不过刚刚抽血的时候 你血速度也很正常 所以跟你讨论一件事情 就是再抽一次血 看看第二次是不是还这么低 再抽一次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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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长这次好乖耶 都没有乱动 他已经生无可恋了 蜜长 你真的很厉害哦 如果以后其他猫问你 做过什么很屌的事 你就可以说 老娘一天抽了两次血的标 呃 血小板还是有点低 那怎么办啊 可能需要帮您转到其他医院 做一些检查 因为我们医院没有这种 其他的仪器 然后再请你考虑 要不要帮蜜长 做内涉精绝育手术 这样对她的身体 也会比较好 好 蜜长能好 怎样都好 你是不是有听没有懂 于是我将蜜长的事情 跟路人跟小曼说 如此这般如此这般 所以听听你们的意见 他要不要做内涉精手术 做 都做 全部都给我选 最高级的医院跟医生 讲蜜蜜讲讲宝贝 你都没事都做 蜜蜜讲讲宝贝 对 钱不是问题 我们帮忙出 那我们在 在一个高级零食食物上去找 蜜蜜讲讲宝贝贝 蜜蜜讲讲宝贝贝 能有这种干爹干妈 蜜讲真的是上辈子 烧了很多住香 因此医生帮我们转到了 台北大安区医间 都为医院做检查跟绝语 在此之前 我也先查了评论 医生人心人数 非常专业又帅 虽然价位偏高 但在台北黄季地段没办法 然后医师很帅 我家堂堂被帅哥医师治好了 好开心哦 现在是开社会医院 都要很帅是吗 你好 我已经听另一家医师说明了 蜜讲是要来检查 临血功能对吧 哈哈哈哈 五星 看到医师的笑容 我检天都好了 然后蜜讲又被抽了一次线 而这次蜜讲 已经完全不叫也不乱动了 哼 不愧是一天内 被抽了两次线的女人 对于被义物潮 我已经完全不痛不痒了呢 不要讲那么奇怪 三十分钟后 蜜讲的灵血功能没什么问题 但还是建议做内视镜绝育 离其一般绝育除了更安全之外 伤口也更小 恢复期也快 对猫咪非常的好 唯一的缺点就是费用会比较 Shut up and take my money 于是就这样预约了隔一周动手术 在这一周里 我每天都跟蜜讲心理预设说要去动手术 蜜讲 七天后要去动动手术了哦 蜜讲吃饭了哦 五天后要开刀刀哦 蜜讲三条要去医院院哦 蜜讲明天要绝育 再给我叠字 我就把你毛给拔掉掉 因为绝育前十二个小时不能进食 所以当晚就把他跟九九隔离 怕隔天早上只会九九吃早餐 蜜讲也北搜 绝育当日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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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抄死了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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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不能吃东西 要忍一下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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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咪咪咪咪咪虫咪咪咪... 咪咪咪咪咪咪ушка 吃饭了哦 咪咪咪咪咪咪咪米咪咪 我好饶 我想吃东西 我怎么不会让我吃东西 对不起咪咪咪咪咪咪에서도对不起 你一定要忍住 sig难逐彌乃出 好 那你把B想放在这边 大概晚上六点之后再来过来就好了 这么晚啊 因为动物医院离家里有一段距离 所以我就在附近咖啡店工作到晚上 怎么办 你讲他好像是第一次离开我们 他一只猫在那边一定很怕 他一定一直在发抖 一定很无助 因为实在太紧张了 根本没办法好好工作 于是我想说来查一下母猫绝育的经验与心得 想说让心情放松一下 今天带恰恰去绝育 结果回来的时候 一定是一个坛子 为什么一查就查这种恐怖的文章 今天一回家听到二号 原本只是带呼噜一结扎 结果医生说 他突然心病发作 NOO 蜜奖不会真的出事吧 而且谁上班过的会不会造成影响啊 可是医生请他过得都没问题 应该没事吧 真的不会有事吧 啊 好疼哦 救蜜啊 喂 那个请问蜜奖手术还好吗 呃 才过三十分钟还没开始动手术呢 啊 抱歉 于是又这样子过了煎脑的八个小时 请问蜜奖好了吗 蜜奖的主人来了哦 啊 蜜奖他手术非常顺利哦 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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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真的真的 来 把蜜奖抱出来 蜜奖一出来 整只猫奄奄一息 超级虚弱 蜜奖哦不 他刚醒不久 还很虚弱 哦 对了 来 这是他的子宫卵巢 什么啦 太直接了吧 你要带有一座纪念吗 还是我帮你处理掉 等等 诶学长 如何 一切顺利吗 你看 蜜奖有卵巢耶 撒笑 要处理掉吗 处理掉啊 不然要干嘛 我想说可以当成粉丝收藏的奖品之类的 处理掉 那这样就可以了吗 嗯 啊 你要不要看一下手术过程 诶 可以看哦 我们都会做记录 给主人一种保障 好啊 不然看一下 你看 这是他的体内 这个是他的子宫 你看 心脏膜我剪掉了 咔擦 好 现在剪另一边 咔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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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你其实可以不用配音没关系 啊 抱歉 虽然我有录手术过程 但是实在太真实了 所以就不放上来了 但是看割除子宫的过程 还蛮疗愈的 有想过蜜奖的心情吗 于是跟医生约了回诊时间 跟柴线时间后 就把蜜奖带回家了 在计程座上面 蜜奖一直想要跑出来 蜜奖不行啦 快到家了 再忍耐一下 你今天辛苦了 你很棒 回家之后 蜜奖整个像行尸走肉一样 摇来晃去的 啊 蜜奖 好可怜哦 好可怜哦 蜜奖亲亲宝贝干天秀秀 蜜奖亲亲宝贝 阿啾 你去帮他买一个 甜甜圈的头套 他应该比较不会这么不舒服 哦好 我马上买 好可爱 怎么办 真的是太可爱了 我看你这一辈子戴这个甜甜圈好了 干 原本以为手术之后会非常忧郁的蜜奖 这个第二天就活蹦乱跳的 从来没看过戴着头套 还可以这么活动自如的猫 而几天过后 蜜奖的伤口也恢复得很顺利 就这样 蜜奖的绝育过程 就到此告一段落 原本以为蜜奖绝育之后 个性为180度大转变 变得很温柔很抑郁之类的 啊 主人 那个我想要吃饭 结果还是跟中血一样 Media 你要把曲妆拿到地上 咪咪咪 唉 算了 看在你戴了两只的头套的份上 就原谅 你这个消失好不好 你这样叫不出来了 你好 我已经听另一家医师说明了 你讲是要来检查凝血功能对吧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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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